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解脱 这个解脱 我谈到解脱这种字 什么叫做解脱 这个曾经有一个公案 那么有一个人去见禅师 他跟禅师讲 我很痛苦 没有办法解痛 没有办法解痛 禅师就回答他 谁绑住你 是谁绑住你 很简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绑住自己 谁能够绑住你呢 就是自己绑住自己 大家就跟着我这个人生这样子走 我们一出生到旧学就读小学 读初中读高中读大学 然后再来读研究所 跟拿硕士拿到博士 再来就是找工作赚钱 再来你就结婚 然后再来就生孩子 再来你就老了 再来你就死掉了 这就是人的一生 就是这样子 一条线 我们其实是被工作绑住 被赚钱绑住 另外你组织了家庭 就被家庭绑住 就被家庭绑住 都是自己绑住自己啊 你想要结婚 你就被家庭绑住了 你想要赚钱 就被工作绑住了 你娶一个还不够 就离他分又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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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愿意被绑 不是没有人教你的 没有人教你说被绑 是你自己愿意被绑 所以这个解脱这两个字啊 最重要的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人生当中 都等于是被绑 但是有一样不能被绑 就是心的解放 你心有没有解放 你心的解放 才是真正的解脱 心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脱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常常讲啊 你如果执着什么 你就被什么绑 你不执着什么 通通都不会被绑 所以也是 要真正能够解脱 就是完全不执着任何一种东西 你就解脱了 你完全能够完全不执着任何一个东西吗 有时候我们会执着妻子 女的执着先生 家庭 然后会执着小孩 到孙子出来的时候 你会执着孙子 我会执着孙子